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遭到白人警察膝盖锁喉致死 引起的种族矛盾持续发酵 也点燃了全美国的怒火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抗疫种族歧视还有警察暴行的示威活动 也已经蔓延到了至少140座城市 当中部分的示威更全面升级成了暴力冲突 至少有21个州属已经出动国家警卫队镇压 40多座城市延长宵禁 不过对于美国爆发近30年来最严重的骚乱 总统特朗普昨天在跟州长们的视讯会议当中 却以混蛋弱鸡来批评州长 认为他们很弱 而身为州长看着各州爆发示威冲突 却不愿意增派国民警卫队 而在昨天的白宫记者会上 特朗普还真的选择硬碰硬 呼吁各州强硬镇压暴力以及极端分子 甚至扬言不惜会出动军队 以武力来解决眼前的现况 撂下狠话鼓励各州以武力恢复秩序后 在白宫召开记者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接着却话风一转 自称自己身为法治总统将会尽力保护和平示威者 结束谈话后 特朗普步行前往白宫对面 拥有200年历史的圣约翰工会教堂 并拿出一本圣经接受媒体拍摄 高喊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而值得关注的是 教堂前的示威者不久前才遭到警方发射催泪弹 与橡胶子弹驱散 因此 许多舆论揣测 当局会强硬驱散人群 是为了替特朗普的拍照地点清场 甚至还有传闻说 特朗普突然造访教堂 其实是因为不满被媒体爆料 在暴乱期间 他曾经躲到地下室找掩护 好像显得非常软弱 于是主动出击 现身在示威活动现场返博传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